連城路我們一開始有帶大家看 有一棟這個紅色屋頂的一個倉庫傳出倒塌 它所位於的地點是在連城路的160號 其實這個鄰近的地方 有很多的交通要道包含了滑中橋 另外中和的Costco也在這個地方 因此你可以看到這個倉庫倒塌之後 相關的救援單位是在第一時間 是趕快趕底現場 主要就是想要再看看這個廠房 由於它是一個五樓的建築物 在後半部的面積30長度 另外寬20的部分在整個倒塌之後 是有沒有人還受困在裡頭 根據我們手邊的消息 在初期的部分是已經救出了三個人 分別是兩男一女 這三個人的部分 由於身上受到的是輕傷 所以是給予包紮 那是不需要送醫 但是有傳出在三樓的部分 有一名受困者 他是一名40歲的男性 他的意識清楚 電話也已經聯繫到他了 所以搜救單位主要就是希望 能夠趕快趕底現場去破壞 這個建築物外頭的支援 才能夠把這名男子趕快救出來 這個是在綜合部分的畫面